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野龙里的守望者 这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女人 名叫萧华康 今年46岁 广东省高州人 只要一有人靠近 萧华康就会异常狂躁 除了谩骂 她还会把手从笼子里伸出来 攻击别人 即便是亲戚 她也认不出来 说起姐姐的遭遇 萧华康的弟弟妹妹 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直到现在都无法接受 姐姐患有精神障碍 这样的事实 她有江戒显眼睛 也好聪明的 就是个小妈妈 我那不是怎么说 后来她记得翻了 她过去的 去了二十年了 也没办法 因为我的老妈老了 我也说去打工 她在这里呢 我那妈 那叫起翻了 好看 我那不是这么说 萧华康犯起病来 总是追打村子里的人 给家里惹了不少的麻烦 过于无奈 家人只能把她关起来 这一关就是九年 她出现问题 要打人 骂人 有些脱了衣服 在路上走 这样出现这个问题 这样人跟她原来 原来对她不好的那个人 就骂他去了 要问骂人打赢 萧华康现在住的房子 是亲戚们凑钱刚建起来的 不过说来也奇怪 这间房子被萧家人 建在了隔壁的村子 萧华康的母亲 已经七十多岁了 她每天都得步行一个小时 来给女儿送饭打扫 风雨无阻 虽说离娘家不远 可是年近八旬的老母亲 每天往返照顾 也总有些不方便 这个村子里也没有 萧家的亲戚 那么 萧华康为什么会被家人 送到这个村子里 这个村子 又怎么会接纳她呢 一个活生生的人 九年 牢狱一样的生活 萧华康 就住在这样一个铁笼子里边 棚头垢面 衣不避体 吃喝拉撒 都在同一个地方 这跟动物没什么区别 甚至连动物都不如 让我们更惊讶的是 萧华康 她结过婚 她有合法的丈夫 她还有三个 已经成年的孩子 她有一个名义上 完整的家庭 但是她的丈夫 她的孩子 在哪呢 为什么一直不出现呢 萧华康 到底经历过什么 是什么原因 让她变成了 现在的样子 事情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那时二十岁出头的 萧华康 聪明能干 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村里不时有人上门提亲 可之后的婚事 让萧华康 开始了后半生的痛苦 她跟她老公是 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这些您知道吗 那个是 有美人 就是要给她认识的 这样的嘛 在萧华康二十三岁的时候 惊人介绍 她认识了 邻村的彭亚地 可交往没多久 萧华康就发现 自己已经怀孕了 可两人的婚事 却一直定不下来 眼瞅着肚子一天天大了 可彭亚地 根本没有要娶她过门的意思 那个时候她是 看着我姐姐 懂得做三亿 后来就可能 反正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好像好想 我也不懂那么多 她那个时候最初受不结婚 后来她就结了 村子里的很多人都说 当时萧华康以死相逼 彭亚地 才答应了这门亲事 被逼成亲 彭亚地对萧华康 多少有些冷淡 日子久了 萧华康就怀疑 彭亚地有外遇 她变得敏感起来 两人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情 大吵大闹 我出去打工 后来她记得分 她就不理她 这里找女孩 这里哪里找女孩 我都没办法 好在儿子的出生 让萧华康和彭亚地的夫妻关系 有了缓和 可这样的情况 并没有持续多久 不久 萧华康生下了第二个儿子 孩子刚出生时 看似很正常 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到了视学年龄 儿子连一句完整简单的话 都说不了 村子里的人 经常拿这件事 开彭亚地的玩笑 彭亚地在乡亲面前 有些难为情 她和萧华康的关系 也在不断恶化 就在小女儿刚出生没多久 到了1996年 结婚六年后 彭亚地离家出走 得知彭亚地的消息之后 萧华康带着小女儿 从广州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 赶到了新疆 想跟彭亚地要个说法 她在外面找女人 我就直接跟她吵架 可能打起来 我接到她的时候 她传身了 就随随随随随 转到地上 站得站不稳 转到地上 这里那里打得好 好伤回来 就把她打伤吧 打伤打得好 女儿呢 她女儿都不回来了 她打伤她 就把这个切票给她回来了 叫一个人打她回来 女儿被丈夫留在了新疆 回广州以后 萧华康的情绪更加低落了 偶尔还会有伤人的举动 她的精神状况 一天不如一天 从新疆回来两年之后 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一家人东拼西凑 借了些钱 让萧华康住院 萧华康的妹妹 赶紧通知新疆的姐夫 她希望彭亚蒂 可以寄些钱回来 可没想到 她收到的 却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她都不肯赔什么钱 她说给一万块给你 叫我们签记 我们就一万块 我们就不肯签记 所以这里不通 没办法协议离婚 彭亚蒂一直诉状 把萧华康告上了法庭 要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萧华康患有精神疾病 所以法院没有支持 彭亚蒂的离婚请求 离婚不成 彭亚蒂就又回了新疆 虽然每个月 她也能寄点生活费回来 但是从那时候起 她可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 萧华康面对着丈夫的出走 儿女的离去 家庭的破碎 她的精神状况 是一天不如一天 萧华康再次被送进了医院 可高昂的治疗费用 让萧家难以负担 彭亚蒂答应给萧华康治病 但前提是 必须把大儿子 接到自己身边抚养 萧华康急等着前住院 萧家人无奈 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萧华康终于可以出院了 可是这个时候 女儿早已经不在身边 大儿子又被她的父亲接走了 二儿子既养在母亲家里 需要照顾 萧华康私子心切 整日疯疯癫癫癫 她一见到那些小孩子的时候 她就显得特别的亲切 就要去抱人家 然后那别人 村里面的人认为 就是说她家的孩子 给被一个精神病人给抱了 那肯定不干 就肯定会有争执在这里边 所以她就会去跟人家争执 就攻击别人 拿石头去砸人家 萧华康娘家的房子 年久失修 成了微房 一到雨季 根本就不敢住在屋里 老两口只能在自家地里 搭一间大棚来住 一来条件受限 没法接女儿回家住 再者 萧家为了不让彭亚地 又再次转移财产的机会 他们就在彭亚地的宅基地上 搭了一间房子 给萧华康住 而这一住 就是九年的时间 萧华康的母亲 每天都会给她去送饭 看着女儿的样子 老人难掩心中的悲痛 自从二儿子被接走以后 萧华康的生活费 就时段时续 今年过完年以后 彭亚地一分钱都没寄过来 她说不肯住疗 如果要住疗的话 她就什么都不管 这个是我姐夫听刚刚我讲的 在电话中讲的 就是说要治她就不管 她如果不住的话 如果我们不住疗的话 在农址里面的话 她就给一点钱 给我妈妈送饭 她的意思说 她如果不住疗的话 我妈妈竟然77岁了 你也送饭送不了23年了 你送不了23年 你这种命如果不住疗的话 她也生命不长了 她就 你既养就死去了 她就不用理分了 萧华康的妹妹觉得 彭亚地根本不会支持姐姐治疗 她就想让萧华康的大儿子 回到广州和她一起做生意 照顾姐姐 可是萧华康的大儿子 并没有同意 她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 她完全 她完全是按照她个人思想 就是我要不服从她的思想 她就觉得我就是 不是这么好的 她就觉得我就是 上明天来天打零劈的人 自从孩子被接走以后 彭亚地的生活费 给的也不怎么规律了 萧家人说 只要一打电话要钱 彭亚地准会找借口推脱 被关在笼子里 九年 萧华康越发狂躁了 一方面 她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 要照顾这么一个疯女儿 真是越来越吃力了 另一方面呢 时间拖得越久 她的病情就越难恢复 萧华康的妹妹觉得 长此以往 她不是个办法 不管跟姐夫那边 她有什么样的是非恩怨 不管姐夫那边给不给钱 给多少钱 这都比不上 给姐姐治病来的急迫 所以萧华康的妹妹 就找到了媒体 来寻求帮助 她要让姐姐走出 那个牢笼一样的房间 广州某医院 得知萧华康的遭遇后 准备为萧华康 进行免费的治疗 他们驱车数百公里 去萧华康的家里 接其入院 先洗头吧给她 不要脱衣服 先洗头 洗头先 洗头先 这已经不是萧华康第一次被医院带走了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萧华康的病情时好时坏 多次反复 始终无法痊愈 让全家人都操碎了心 铁岸坛的一边的话 就是 是那种失调的地方 另一边是她 哪些都在那里面 我们怎么打 很能够进去看 是那个味道 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 萧华康离开了这个 关了她九年的房子 对于萧华康和这个家庭来说 走出的每一步都是解脱 刚开始上车的时候 就是原语上的激动 烦躁 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怒 原语上的一些骂 攻击都比较明显 出来医院萧华康即便神志不清 但是她对于孩子的挂念 却始终不减 她看到人家的小孩 一看见她就说 这个是我的小孩 那个是我的小孩 她感觉的 不然呢 我们就是随意一说 就问她有几个孩子 那么显得非常安静 对于萧华康这样的病人 医院专门制定了治疗方案 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 萧华康的病情开始有了缓解 一段时间之后 萧华康已经由独立的看护室 转移到了普通病房 生活渐渐趋向正常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萧华康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 随着病情的恢复 萧华康对亲情的渴望 与日俱增 以萧华康目前的治疗状况来说 早晚有一天 她会出院 会彻底摆脱那个 限制过她自由的牢笼 会摆脱旁人诧异的眼光 但是 萧华康 那个牢狱一般的生活 并不会就此结束 心灵的牢笼 或许会困住她的余生 包括 一直不愿意出现的丈夫 三个身不由己的孩子 还有一段 不管为戏与否 都没有意义的婚姻 一堆争来炒去 却解决不了的家务事 十几年的守望 十几年的执着 归根结底 困住萧华康的 不是那个铁龙 而是一个情字 萧华康的命运 究竟握在谁的手里 他所遇到的问题 最终要靠什么解决 我们能想到的 就只有一句老话 解灵还需 细灵人 心病还需 心要治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 六岁男童惨遭毁人 凶手身份令人震惊 是蓄意谋害 还是意外之灾 他们将如何在仇恨 与爱情之间艰难抉择 他们在爱恨情仇间的漩涡中 痛苦挣扎 苦命鸳养 将如何进行最终的救赎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无法宽恕